美国右线惊天丑闻 私人监狱内部曝光 性侵殴打 毒品肆虐 美国私营监狱到底有多恐怖 吃着带虫子的剩饭 睡在冰冷刺骨的地上 犯人之间勾心斗角 稍有不服就拳打脚踢 每年应性侵而致死的犯人不计其数 甚至还有犯人说 监狱里到处都是毒品 据说在一家美国女子私营监狱里 关着许多抠脚大汉 男女混住可想而知有多混乱 甚至还有身材魁梧的美国男子 坚持声称自己就是女人 要求关到女子监狱 只要偷偷塞给狱警一些好处 他们就会满足你的愿望 足见这利益背后有多恐怖 而在美国这些私人监狱竟然合法化 还有美国政府撑腰 美国法律规定 非法移民可以不经审判就关押 关押期限不确定 这些源源不断的非法移民 无疑成为了私人监狱的摇钱术 据统计 近2021年 美国监狱关押非法移民的犯人 就达到了170万 私人监狱就占据了一大半 犯人说这里条件恶劣 被迫睡在地上 生病得不到治疗 甚至在喷打农药消毒时 将门窗紧闭 得不到通风 因为长时间关押 很多犯人受不了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 选择了自杀 光是想想就觉得可怕 但这也只是曝光出来的状况而已 那些没有公开的 我们也不得而知 美国私人监狱靠关押犯人 一年狂赚50亿 私营监狱为何这么赚钱 一张床位40美元 喝口水都要交钱 就连公共区域的电视都是无声的 想看必须拿钱 只要你有钱 在美国监狱里 也可以享受到五星级酒店的待遇 豪华的总统套房 定制的豪华套餐 而这些犯人呢 尚能制作电路板 尚能拿真锈服装 可谓是无所不能 就像是被套上缰绳的驴一样 永不停歇的在生产线上拉抹 美国的口罩 羽绒服 键盘 大多都是这些犯人制作的 他们一个小时的薪水 只有一美元 而且还不会有人讨价还价 妥妥的廉价劳动力 累死累活的干完活后 吃的还是毫无营养的饭菜 就连睡觉呀 都是几十个人挤在一起 牢房里充斥着一股 似逼难闻的味道 脏乱差 环境恶劣 吃不好睡不好 但只要你肯出钱 待遇就会完全不同 这位因酒驾而被拘留的美国姑娘 为了住得舒服 就拿钱选择了一天82美元的双人牢房 不仅可以免费使用电视电脑 还可以免除劳动 吃饭呢 还有人送饭上门 这哪是坐牢呀 简直就是度假呀 真应了我国一句老话 有钱能是鬼推磨 尽管这些私人监狱存在各种弊端 可关押犯人的数量却在逐年上升 甚至这些私人监狱还上了市 据统计 美国栽压犯人居世界第一私人监狱就占了一半 一边用犯人来赚取外籍的钱 还一边收着他们的食宿费 美国政府还每人每天补贴18美元 两头通吃 一举三得 可见美国私人监狱有多挣钱 美国私人监狱里到底存在着什么秘密 这里关押的真的都是罪犯吗 在美国100个人里就有一个坐过牢 在监狱待过的人数达到了220万 这些犯人真的是个个都有罪吗 这么多罪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上世纪80年代 美国街头毒品交易泛滥 走在大街上就会有人向你推销毒品 买毒品就像买菜一样简单 社会治安一团糟 大街小巷充斥着各种枪声 每天都在上演着谋杀的情景 美国充斥着犯罪的腐臭 也充满了无辜者的呐喊 一时间人心惶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政府派出许多警察维护治安 看到可疑人员就抓起来 瞬间监狱就人满为患 还有很多犯人无处安放 这时私人监狱就顺势而生 这家监狱就是美国最大的私人监狱 CCA 监狱刚开设没多久 生意接踵而至 赚得那是盆满钵满 没过多久 美国的私人监狱 就如雨后春笋一般 蹭蹭往上涨 在这些私人监狱里 收贿行贿都是透明化的 在美国私人监狱里 只要你有钱 你就可以思意妄为 再加上这里关押的本就是犯人 利益时间 毒品枪支交易猖獗 玩得比外边都花 有关传闻说 监狱里有一大半人都是没有定罪的 光是保释金 就收入了20亿美元 不得不说 这私人监狱真的太挣钱了 充分显示在利益面前 一切都是浮云 但每个国家都有它相应的法律 只要好好遵守就行 我们就不多加评论了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讨论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